为什么中国人对过去一直耿耿于怀 至今无法与日本和解 这是日本网友木村一郎在外网直呼上提出的问题 问题下方他还补充道 我之前听一些去过中国的日本朋友说 在中国他们都不敢穿和服出门 不光会受到中国人的谩骂和歧视 甚至还有可能被打 每年12月13日附近 中国的朋友都会刻意的远离我 这让我既生气又无奈 我也知道在历史上 我们日本是对中国造成了一些伤害 但这段历史已经过去了七八十年了 现在已经是一个和平的年代了 纠结于过去又有什么现实意义呢 而且中国的传统文化里不是包含着宽容的品格吗 一方面强调宽容 一方面又执着于过去的事儿 中国人这难道不是自相矛盾吗 我觉得中国人一直纠结于历史 那完全就是在浪费时间 该放下时就得学会放下 面对这样的言论 还没等中国人发言 其他国家的网友就纷纷发表了意见 一位来自美国的网友丹尼尔评论说 我是一名生物学家 在我了解过日本731部队 惨无人道的暴行后 我很理解中国人的做法 换作是我 我也同样无法原谅 1931年 日本在东北发动了918事变 三个月时间占领东三省全境 实施杀光烧光抢光的三光政策 随后在东北建立了731部队 借着研究防治疾病和饮水进化的名义 实际上进行灭绝人性的人体实验 包括但不仅限于活体解剖 压力实验 冻伤实验 鼠疫实验 人畜杂交 四肢互换等 单听名字就让人毛骨悚然 十万百姓死于731部队的残忍实验 这还只是资料可查的人数 实际残忍手段和死亡人数远比记载的可怕 给我留下最大心理阴影的是母爱实验 他们为了测试母亲 在自己和孩子面临死亡的时候 会做出什么样的举动而进行了这项实验 他们将一对母子关在一个封闭的房间里 在里面释放毒气 来看在面对死亡 母亲是出于本能捂着自己的口鼻 还是用自己的身体捂住孩子的口鼻 这名母亲在生命的最后一刻也没有放弃孩子 而发起这项实验的日军正在房间外面 记录着母亲和孩子的死亡时间 不仅有毒气 还有高温测试 他们将母子关在封闭房间里进行高温加热 来看看母亲是为了求生 将孩子垫在脚下 还是愿意牺牲自己 让孩子舒服一点 实验的结果可想而知 而日本人只是麻木地记录这数据 除了人体实验之外 731部队还进行着更加可怕的细菌战 有一次抓了500名抗日女学生 给美人发了个烧饼 说吃了烧饼后就放走了 实际上他们在烧饼里注射了瘟疫等病毒 他们放学生回到自己的村子 把病毒传播出去 后来这500名学生 以及回去接触到的人全死了 仅鲁西辽城等18个县 有至少20多万人死于日本细菌战 后来在日本投降后 他们害怕自己毫无人性的行为暴露 在撤退前紧急销毁了大量的实验资料和数据 但是由于他们犯下的罪行实在太多 直到撤退还没有销毁完 这段历史才得以被识人看到 在我看到这些记载的时候 心情久久不能平复 日本人已经失去了作为人最基本的属性 说他们不是人一点也不为过 而连人都不是了 还有什么值得被原谅和和解的呢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